这是什么呀 这个人世间要是所有你所爱的人 他为你做的和你为他做的 你都在想的这个是一种 我要拿回报的 我for what 我要得到什么 世界真是太美 你就活着一辈子何苦啊 就算得到了东西你又何苦啊 这就说明啊 当你吵架的时候 说出你怎么把我当工具人的时候 那这个工具人做的就不心甘情愿了 是的 但是这个问题也很复杂 我给你这个老板 我心甘情愿做了十年的工具人 我跟你做了十年的先妻良母 可是啊 变了 会变的 你跟父母永远不会变 但是呢 跟其他人 这一变了 过去那可就全变成债了 古籍里边有一个说法 就是说哎 比如有一个美女和这个这个这个君王啊 这个美女呢 这个吃了一个桃子啊 觉得这个桃子很好吃 吃了一半就赶 把另一半塞这个君王的嘴里 那君王就觉得 哎呀你看 他为了这个桃子好吃 都忘记了自己的口腹之欲 都给我吃 后来呢 就说这个女的叫年老色持 就年纪大了 姿色也不行了 然后呢哎做了点让君王不高兴的事 君王就开始说 你看他当年 那自己咬了一半的桃子 赶完我嘴里塞 你看对同样这个行为没有改变过 但是呢 时间 不同的时间 人的情况一变 所以其实工具人最怕的 就是说 在这个关系里面 他不是无言无回 他是没有尊重和平等 他就会怨 就是他就是觉得自己只是工具 不是人嘛 其实在我觉得人和人之间 本来大家都会有一个相互帮助 但是一旦你这个关系里面 缺少了尊重和平等 他就会沦为这种 所谓工具人的抱怨 我倒觉得人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 人其实放弃自我也很舒服的 好比说哎 我有一天碰到了一个很有才的一个人 他跟我说你们圆桌应该讨论这个话题 哎 靠谱啊 他讨论那个话题 靠谱啊 好 他连续五次靠谱之后 你知道吧 我对这个人产生了信任 这个信任甚至可能到了迷信 我就是他靠谱 人是懒得 有惰性的 到最后可能变成 我懒得去想谈什么话题了 问他 每次说谈什么话题 问他 他肯定没错 然后慢慢的呢 事情开始起了变化 最后我就发现有一天 我怎么觉得就聊得越来越不舒服了 因为我发现呢 我的这个话题都是他给的 而他这个话题呢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隐隐约约约约约 就不再是我愿意做的那些事情 愿意说的那些话了 所以你看 有时候我们会经历这个一个导师 一个什么 经常啊 他把你过去的那一 相信的那一套否了以后 其实有一种很舒服的感觉 我终于可以不动脑子了 我可以放弃自我 因为省事嘛 全是他 全是他 这就是咱们今天讲POA也好 讲工具人也好 有的时候你觉得是被迫的 有的时候还有这样一种自愿的情况 但是呢 有一天你觉得 已经不对了 您从这个心理分析上 您觉得这是一种什么心理 就人有的时候并不那么愿意 因为自我啊 有时候很累啊 是 其实这个就是 好像刘勤老师讲过吧 他说叫屈媚 就是后来您的那个过程 就突然有一天觉得大梦初醒 好像不太对劲了 那个其实是一个屈媚的过程 就之前一直是被一个幻觉统治的 然后在那个幻觉里边 自己也不用去思考 也不用太去感受 甚至都可以不用有自己 就如果真的能够停留在那个幻觉里边 其实这个人也挺幸福的 也挺幸福的 就没有自我 就有崇拜有媚的那一天 已经注定了后面的这个屈媚了 因为你当你失去自我到一个最底的时候 他一定是反弹的 不是这个人的魅力有了任何变化 其实他跟你说的话题什么可能还是对的 但是你开始变化了 是的 当然你比如说我再举个例子 父母也是多种多样的 但是我们经常常见的一种父母 那是幸福还是什么 他就是失去自我了 比如说我觉得我的父母就这样 他从小已经习惯于完全是一切为了孩子 但是呢 孩子大了 孩子不跟你玩了 孩子走了 那个时候就觉得生活这个 这个就是失落呀 空落落的 空落落的 有一种呢 比较强势的父母 就是他还揪着孩子不放 对吧 弄得孩子也苦不堪言 觉得好有压力 我相信他一切为了孩子的时候 他也是很幸福的 对 但是这好像是对于一个人完整的人生意义来说 是不牢靠的 那是按照你后来现代的价值观 我们现在讲的大部分的工具的概念 是工具理性 Max Weber是一个现代的概念 是一个科产化 现代性等等等等的这些 所以我们难以避免人的被工具化 对不对 而且很多时候还千方百计 想要 要得到好的 你哈佛叫我做工具 我还乐颠颠的 就这样 对不对 但是我们的传统社会 过去不是工具理性的 我们是靠心 靠这个道德伦理 靠很多 那所以当我们讲到 父母的感情的时候 要千万记住 在传统的中国文化里面 这个对父母的感情是被扩大化的 会延伸到老师 官员 天 天 知道吧 从上到下的这个系统 敢顾鸿鸣的说法 不是脑子的 是心的 那么这个我们现在很理性的把这个局限在第一家庭伦理权 这是一个现代的概念 但是在古代的时候 或者在叭叭叭叭叭的那个时候 它就是天下的原则 人就是要凭良心做事 一切就是这样 所以这个中间你看 这个有时代的发展的这个变化 有不同的价值观 对 你从某种程度上讲 我觉得这个尤其是现代社会的很多这个心理焦虑啊 包括自己觉得自个儿没价值 或者不知道我活着有什么意义 但是呢 从另一个地方 我没有讲啊 你的生存位置就是一个大机器里边的一个螺丝钉 可是这个位置是不是人的位置 你怎么理解 其实好多来找我做咨询的 其实要讨论的那个问题 就是徐老师刚刚讲的 它不是他个人的问题 是一个现代性带给他的一个问题 那你怎么给他解答 怎么给他咨询呢 哇 这问题怎么能解答呢 这个问题其实他要是没有解答 反正就没这个问题了 他就是因为他意识到了这是个问题 他没有答案 就是很多人他会说一句话 他说不划算 就想想我这辈子不划算 不值得 他一旦开始算这个事了 他就已经开始把自己 就是一个工具 其实最幸福的时候 是他不知道自己是工具的时候 他一站跳出来 他现在知道自己是个工具 他就得用那套工具理性的东西去计算自己了 然后那个问题就来了 我知道了 还是李老师说的对 界限 做一个螺丝钉 也可以很快乐 我觉得两种类型 一种呢 你真的爱干这个工作 那是幸运 但是更多数的情况呢 你未必爱上 像我也未必喜欢主持节目 可是我会觉得呢 人在世界上得生活 八小时以内是为了八小时以外 尤其这样你还要当好这个螺丝钉 你才能够给八小时以外提供资源 对吧 你把这个客户服务好了 他们就 就给你 对对对 所以这个是个人人为我 我为人人的道理 所以关键是界限 那么于是你看我发生过这个这个愤而辞职的现象 那就是在我什么时候 就是说一个星期工作三天三夜的时候 那就是这个限度过了 就是鲁迅讲的第一条 太苦太累了 对啊 超过界限 没有时间吃草 对 所以你只要还保持一个限度 好像就可以自我这个安慰 可以自我安慰 甚至于产生了什么呢 就是说 别人拿你当工具 也说明你还有价值啊 对吧 要是再老点 都没人拿你当工具了 只能卖肉了 卖肉都是老辣肉 卖肉都是老辣肉了 肉也卖不动 肉也卖不动 只能风干了 是不是 西班牙火腿 所以从您这儿真的是能了解 你觉得最有效的安慰是什么 最有效的安慰 我一般会跟他们说 对就是这样 是这样 就是其实真正的年轻人 他们对这个事啊 反倒是能接受的 我觉得是像我这样的中年人不接受 因为我们过去 就是可能还是习惯说 一个人得有自己的作品 就是自己 就是我 我这个人 我得在这上边 但是反倒是现在20岁的人 他觉得 本来就没有自己的作品 就 我成为一个团队当中的一员 我就是做那一小部分 其实他们是已经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土壤里边 生长出来 他们其实已经能接受了 所以一般像我这样的同龄人 我就会告诉他们 是这样 以后会越来越这样 那他们觉得自己活着的 这个意思在哪呢 乐趣在哪呢 找呗 吃呗 喝茶 找朋友聊天 就到处找找 看看哪是乐趣 可能就是没有办法 再像以前那样 就是很完整的有一个体系 说我就是 在一个大的系统里边 我就是 我就是我 就是那个完整的 那个东西已经没了 就是驱昧就在于你 你不可能再回到过去那个时候了 所以你只能是说 我接受 现在跟过去相比 很多东西已经不再 不再是那样了 像徐老师说 他还能有一个 第一的这个 一个伦理系统里边 在这里边 他觉得是幸福的 是完整的 那甚至有的人 他可能觉得 这个都不存在了 他回到家 他说我都不想回家 我在那个车库里边 在车里边 我坐一个小时 坐两个小时 我等家人都睡了 我再回去 因为我跟他们 也聊不到一块 也有 现在也有这样的 那就只能继续去找 最后找到了你了 对 然后找到你 跟你聊了一小时 痛哭流涕 觉得很轻松 正高兴的时候 你这我也到点了 我不能一直当你的工具人 没错 没错 我得下班了 狼啊 在别的狼面前是羊 然后他碰见更老实的 他又变成狼 把更低的当成羊 是不是鲁迅讲的 大概意思 对 但不是指这个问题 但是呢 我要跟你讲的是 从这个PUA啊 有时候会让人觉得 他产生一种 就是说是没有自我了嘛 没有自我呢 就容易变成他人的工具 你知道现在有个流行词 我觉得挺好玩 我老是从这些流行词里 观察社会动向 那天我听见 反正朋友 男女 吵架 我说这是个什么词 挺新鲜 因为我比较后知后觉 说我就是你的工具人 我说怎么现在流行 后来我一查在网上 现在这是个 特别流行的词 这是个流行词 工具 徐老师 我还真的 也查了查了查 什么叫工具人啊 犯指某人在不知情或知情但心甘情愿的情况下 对他人进行帮助 任劳任怨随教随到的付出 在情感物质和经济上不求回报 一直像工具一样被对方使用或使唤 哎 我好像也有点啊 这个 最常用于形容男女交往中 女方对待被胎的态度 哎 这也不一定 有时候是男方对待被胎的态度 对吧 工具人毫无保留的付出 却也不会得到哪怕一丁点感情的回应 但是还上了瘾了 当对方用到自己的时候 工具人还会暗自窃喜 终归是有用着我的地方 工具人企图用没有道理的爱 换来一场相互的爱情 他们爱的没有自尊 但他们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毫不动摇 听上去也像一种伟大的人格 是吗 就是 就是 也是一种抱怨嘛 就是说我是工具不是人嘛 对 其实就是一种抱怨 但是 对啊 你说起来这好像也是一个 它是心甘情愿的一种付出 这个话说就不好说了 我觉得 从社会交易理论来讲 说到根上 我们人与人之间 哪怕是 你有个朋友 的确你不能否认呢 有工具的性质 是的 但是我确实没有想拿你当工具啊 没错 但是朋友嘛 有事帮个忙上个节目 那么 他 我们都是这节目的工具人 对对对 然后你也想行 酱油工具人 对对 这次你看我上了你节目 那下次我那个新书发布会 你来组织一下 你看 这个是很 也可以是很愉快的 提醒的好 这个事情 我记下来 回头加您个微信 你加加加 你觉得这个 是不是 有的时候 可能不是大多数情况吧 但是毕竟有时候 你在网上 经常看这样一些新闻 就的确你有点怀疑 你找这个男朋友 或者女朋友 你是当一保姆呢 还是当一钱包呢 还是当一个帮你介绍工作的工具呢 就是 是不是有这个感觉 有 我相信可能在很多 特别是比如说相亲呢 什么这些事情上 那最典型了 对啊 他就是看你的身高 你的户口 工作 有没有车 有没有房 对 他就是看的是一些非常外在的指标 你这个人是谁 他都没见过 对啊 你像那天我听一个女的 就是说 差不多了 都三十多了 对吧 找个老实的 就嫁了完了 哎 我觉得我为那个老实的 有点叫缺 我就当你这样想的时候 你把 你把这男的 当然可能反过来 也是一样存在的 就是你把这女的 你 你又当成什么了 她是 传宗接代的工具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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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人为什么会自愿 去当另一个人的工具呢 是 刚才徐老师问说 有没有那个奇葩的案例 我想起来我做的资讯里边 有这么一个例子 来了 那个工具人到什么程度 就是 那个 女人她为什么会结婚 她当时是在谈恋爱 而且她对那个男方 其实并不是特别满意 她也在考虑说 要退出这段关系了 但这个时候呢 这个男方家里边 正好是拆迁分房子 然后那边就说 说你这会儿必须得结个婚 赶在那个拆迁之前 得结个婚 这样家里就多个人口 他都不是多个人 他是多个人口 多个人口 他就能多分一点 然后说 那男的就去找这女的 说你要不要跟我结婚 如果你不跟我结婚 那我就得找别人 反正那个日子就在这 我必须得在这之前 把这婚给结了 然后这女的回去 跟他父母一合计 父母说你傻呀 你这会儿 当然是跟他结婚呢 为了这房子 所以最后这女的就结婚了 这是他婚姻的来源 就是他就是作为一个人口 分房子的这么一个工具 他还是为了房子结婚的 上海很多人是为了房子离婚 对 以后可以多买房子 对不对 而且大家道德上毫无问题 要查了现在 现在又查了 说那个平凡 什么那个结婚离婚买房的 要查了 我觉得现代老提工具人 这个词啊 实际不是个坏事 它代表了某种觉醒 对不对 比如说桌别林 桌别林拍的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片拧螺丝的那个 那就是说 近代工业化 对 流水线出现以后 人 你就是流水线的一个工具 你想现在很多大公司 对吧 某一个环节上的一个员工 这个公司最后跟的成果 跟他有多大的这个关系呢 天天做着这样的工作 他会产生一种 就是我 就是这个要注意职工的这种 心理问题 因为这个是某种程度上 跟人性啊 是拧着的 是的 但是现在呢 好像这个社会分工啊 你被压在一个 一个流水线 或者一个层级关系的 一个较低的一个 一个关系里 是不是确实容易心理 是 所以我就说 一直说要有这个边界 就是说我可以在那个流水线上 这儿做其中的一个环节 但是你得告诉我 这一天从几点到几点 我穿上那个工服 我是这么一个人 但是我脱掉这个工服之后 我离开这个地方 我还得做我自己 就是我必须得有这个边界来保护 但是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就是说现在我们这个社会的 这个包括手机啊 互联网啊 他越来越把一个人 他的那个工作的时间 跟他不工作的时间 混到一块了 没错 你半夜也会收到一条短信 然后就是告诉你说 加个班或者一个什么事 然后你回到家 你也在看微信 你也在看邮箱 然后你就微信里边 你肯定有工作微信 这是免不了的 就是做工具的时间长 做人的时间短 对 就是已经慢慢没法区分说 我就只是在那个岗位 或者那个时段里边 去扮演那个工具了 所以这个时候就 人就被疑惑了 我最近有一个重读鲁迅的 正好里边这个回答你刚才讲的 工具人的这个问题 鲁迅那篇文章是 阿Q正传的陈樱 他说这个 我常常说我的文章不是涌出来的 是挤出来的 比方是牛吧 他说已经不大有用了 但废物利用吧 张家要我更衣工地可以的 李家要我赚一赚模也可以的 要我在他的店门前站一站 在我背上贴一个广告 说这个店备有肥牛 出售上等牛乳 我知道我是供得很瘦 但是呢 没有乳 但是呢 这个想到人家为张罗生意起见 情有可原 只要出售的不是毒粉 也就不说什么了 这是鲁迅对他自己的工作状态的说明 接下来重要了 他说 但倘若用我太苦 是不行的 我还要自己蜜草吃 要喘气的功夫 要专职我为某家的牛 将我关在他的牛牢里 也不行的 我有时还 也许还要给别家赚几圈磨呢 连肉都要出卖 那自然更不行 理由自明 无需多说 碰到上述三类 不行 我就跑 或者索性 躺在荒山里 躺平 躺平 你说的 鲁迅没说躺平 就智能起来 但这三点 我极有公平 就是我们都是工具人 我在大学里 包括跑到他这里 当然了 这主持人典型的工具人 但是他这三条原则 就一 不要用到我太苦 不怕故不怕死 是比较难的 二 多给点钱 二 不能专属一家 这个是很奢侈的愿望 我们现代社会 我要跟我的校长去说 我不能专属你一家 我还要到华东师大 做兼职教授 什么 这个就是很奢侈的要求了 其实是可以离开 第三 第三是 我不能卖肉 我卖力气可以 你不能让我卖肉 是卖肉 命没了 不是 你要这样来理解 就是说 你比方说你是一个读书人 你叫他写小说可以 你不要叫他整天写广告 那就是 对不对 跟卖力气不同的卖肉 底线 有底线 就是我做的事情 你不要帮我改变性质 以至于扼杀掉我的基本生命 我觉得他很好地回答了 我们作为工具人的困境 和解决的办法 解决方案 所以说 这我觉得 什么都替我们想到了 对 我觉得从鲁迅老师的这个里边 我们能够得到的 一个启发是什么 可以当工具 也许我们都在有意无意之间 是别人的工具 但是永远不要忘了这个心 人的这个心灵 尊重 他是知道喜怒哀乐的 知道冷暖的 知道自己想过什么生活的 是吧 他是 他有这个心呢 你做工具的程度 永远要问问自己这个心 对吧 你做工具的这个度 你要把握在这个心 你呢 得掌握这个分寸呢 你得随心而变 为什么呢 因为本节目由随心而变的 创为首台 OLED变形电视 65W82 特约播出 这也工具人当的 这也工具人当的不错吧 猝不及防 我刚才这个案例 就是从心灵到工具 对不对 这个这个里边大有 变连笔变心怪 他这个还是卖力气 不是卖肉 就是您觉不觉得 就是说到底什么 就是叫叫叫人 我们这个人 过去最早的一个概念 现在我看有很多学者 已经质疑了 说人跟动物的区别 是因为我们小时候 学的概念是 人制动工具 但实际上 现在动物学的研究 发现很多动物 都能制造工具 也不是都能 个别动物 个别先进动物 也有能制造工具 也有能制造 所以这个不是 根本的这个区别 语言呢 另外一个说法 就是人跟动物的 这个关系性差别 也是语言 但是当然我们也可以说 很多动物 有他们自己的 有他们的语言 他们的沟通 我看到的分别是 动物只有环境 人有远方 就是人相信虚构的东西 对 这个是人跟动物的区别 对 但是呢 我就说沿着这个概念 再发展呢 人有把人当成工具的 这个发展 社会的复杂化以后 的确有那种性格的人 义军我觉得 我不好说 义军这个心灵很强大啊 但是义军特别爱帮人忙 我说 我老是说义军 有的时候我就 人帮我们好朋友 他呢 特别有服务精神 谁找他 问他个什么 他都特当回事 帮人扎扎扎扎扎扎 本来可能自己的事 也不知道给弄哪去了 你知道吗 就是 我就说你也抓不着重点 你有没有这种 有的时候被周围的家人 朋友 包括我在那样 工具化的情境 就是你 但是我现在 大师在 不是大师在这 老师在这 我可以分析了 他们说 就是人际关系当中 有些这样的人 他甚至以当工具为乐 他们就说 分析这种人 是心理是怎么达成的 后来就是说 有的心理分析师就说 说这样的人啊 有一种从小啊 自我物化的倾向 或者说习惯于不尊重自己的情绪 习惯于不问自己的 这不是住人为乐吗 我觉得住人为乐 跟物化自己是两个事吧 你帮人家自己感到快乐 你现在把它解释成 这个以当工具为快乐 这两者有区别吗 其实我们很少会 我自己啊 很少会把这些事情 用一个病理化的方式来解释 自我物化什么 其实都是把它当做了一个问题 我觉得你从那个正常的角度来看呢 就是每个人 他有他自己的一个发展的 那个需求的水平 其实对大部分的中国人来讲 因为我们这个国家 毕竟过去的很多年 其实很多 就是特别是在旧社会 大家吃不饱饭 是有这个温饱方面的 这个需要的 所以有很多人 他的那个 刚刚说集体无意识嘛 他就是对于那个生存 是有强烈的恐惧 所以对他来讲就是 他也不觉得自己是在助人为乐 他就单纯觉得说 你给我提了要求 老板提的要求 或者朋友提的要求 我只要答应了 也许将来我就能多条路 或者我这个饭碗 我就能端得牢 他是可能是从这个很 初级的这个生理需求考虑的 那也有的人 他可能是从一个情感的需求 他会认为说 别人喜欢我 是因为我对他们有用 所以他是从这个角度考虑 那么我就他也不觉得自己是在 把自己贱卖了 他觉得说我做这件事情 就是因为我做了 别人会喜欢我 我就可以去获得这些关系 所以我们去看一个人 他愿意去满足别人要求的时候 我们一般会去问 他最后换到的是什么 那个东西可能在另外一个人看来 说这东西不值钱呀 可是对当事人 对那个人来讲 那也许就是他要的 让别人喜欢我 是对他来讲是最高的价值 有可能在那个阶段 就是他最高的价值 这个要很重要的划分 第一社会关系跟第二社会关系 第一社会关系就是家人 伦理关系 第二社会关系是 这个家人以外的社会关系 刚才讲的这个做工具人 虽然难免 但是我们有原则 指的是第二社会关系 到了第一社会关系 我是我女儿的工具 我无怨无悔啊 这一辈子都是这样 当牛做马 没有什么 直到我死的一天 我都是这样 我没有说什么 哎呀你怎么把我当过 小孩问我要钱 我乐点点的 他还要你 现在还问你要 他人家到时候 那你想家人就这样吗 你父母也是这样 你会觉得你帮你父母 做事情是工具吗 不会 你只要有你能力 你就会帮你父母 所以在第一的伦理链里边 这个工具论这个形式啊 就是不大妥当的 刚才讲的一些男女关系的例子 是因为他们有的还没有阶层家庭 有的就是用传统的就是这个 怎么说功利的婚恋 就是我要门当户对 或者说我是趋利避害 或者是我是利益最大化 从这些方面 我找最有钱的 我找最漂亮的 我找什么什么 那这个其实都没有用 家庭伦理亲人这个概念来衡量 如果用那个概念来衡量 颜歌林的陆范 淹石描写一个女的冯 冯婉鱼吧 对自己老公几十年 好得不得了 老公留学回来 根本看不看他 对老婆对他很好 老公后来去了坐牢了 老婆就送不断的给他 老公只是坐牢坐到一半 转育的时候才知道 原来老婆在外面等了七八天 只是为了最后看他一眼 所以他最后的 在牢里的二十多年呢 他就忏悔了 他就觉得这个老婆对他的爱 是天底下最重要的东西 他就一直在脑子里忙写这个小说 回写他以前他对他的爱 这个大家知道最后的结尾 被归来写成就是回去 老婆已经不认识他 那可以说老婆一直是他的工具人 但首先第一个老婆 从来没觉得有后悔的地方 第二这个老公最后回来 陪着不认识他的这个老太太 对不对 他也是回到了很高的境界 当他弟弟回来 从海外回来说 哎呀你这辈子好苦啊 也没有好房子也没有好车子 就是说生活很苦 他哥哥就就就就懒得跟他来解释 他觉得他的生活很幸福 他有一个人一辈子这样爱他 而他现在 而且他现在完全理解到 他这些爱的可贵 就陪着等于是痴呆性的 这么一个老太太过 这样的关系能用工具来解释吗 所以我觉得人类的感情 我们父母子女 包括男女的感情 是应该超越这些工具理性的